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我是娱乐 今天要来分享动森的忍知识啦 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忍知识 不过今天介绍的方式会不一样 是带大家逛一趟博物馆 一边逛的同时呢 会跟大家说这里有什么小彩蛋 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在影片开始前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咯 相信大家现在生物都已经交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逛一次博物馆呢 那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博物馆的外观 它是比较像是一个古罗马式的建筑 而且它的天花板是石头做的 一般现在的建筑物不太会用 就是很重的石头去做建筑物 所以这个博物馆其实应该算是 有一点历史了 再来看看博物馆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它旁边的那个红色的挂布 上面有一些化石啊 昆虫啊鱼啊 这些图案 就是之前没有观察到的一个小细节 好 那我们就进到博物馆里咯 上次有说到就是 富打其实是会在白天睡觉的 因为猫头鹰的习性就是 是夜行性的动物 所以我们每次白天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孩子 打瞌睡 而且超可爱的 应该有很多人就是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不打它站的位置是靠近鱼这边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害怕昆虫的关心吗 其实我还蛮喜欢博物馆的 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它里面的那种音效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走路的一些回音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点 就是它每一个场馆的音乐 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现在大厅的音乐是钢琴 配上一小点的大提琴的音乐 稍微比较安静一点 好 那我们先从水竹馆开始好了 水竹馆音乐就是稍微声音高了点 然后它的钢琴是有一种延音的感觉 就是让我们感觉有到海底世界的那种声音 首先如果我们要开始逛博物馆 要记住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慢慢的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 因为动森有设置一些机制 就是让我们在停下来的时候 像这样 它会切一下视角 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一区的展品 然后呢 这一区有个小彩蛋 就是这个地方 是可以坐上去的 应该是可以坐到三个人 之后可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光看看 看能邀到几个人 哦 这边也可以坐上来 好酷哦 第二个小细节呢 就是对话这些介绍 它会带我们看哪一个生物的名字是哪一只 就是随着我们切换的时候 它会转动荧幕 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欣赏说 我们抓到哪些鱼了 下一个区块 也是站在这里 停下来就可以往前面看 这边是虎鱼的部分 静静的听的话可以听到那个青蛙在叫 荷叶的旁边有一些小蝌蚪耶 大家有注意到吗 再来这边这个大鱼缸呢 站在这里它就会切视角 就是可以很全面的看这一区块的鱼 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 我想应该蛮多人知道的 就是关于食人鱼的部分 只要食人鱼发现我们站在它的面前 它就会一直想要撞玻璃 想要来吃掉 是一个蛮有趣的设定 接下来这边这一区比较有趣的是 它随着这个无障碍坡道 这三个鱼缸它是一点斜斜的下来 它透过这个高低差有点瀑布的感觉 虽然我这一缸没有鱼 但是我猜这一缸应该是悬崖的鱼 然后悬崖下来是河流 这一区就是河流会出现的鱼 在下面这一区就有出现一些出海口会出现的鱼 大概是这样子分别的 那我们拉近看一下这个小小的说明 说明的右下角 就是红绿蓝橘的配色是 动用滋生之前就是很常用的那个logo的配色 然后这一区我觉得蛮奇妙的是 它是用一个剪纸的方式去做这个介绍 有一点童趣感 从刚才场景切换到这里 实际上是一个淡海场景 然后它的音乐也有变换的更深沉一点嘛 就是感觉我们在水里的那种感觉 是一个场景 它的走起入来的声音有一点空洞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这里用铁的那种楼梯 我之前看一个建筑学家讲这个 动森博物馆的设计 还有说就是像这样的声音会让我们感觉到 博物馆非常的大见 因为是有一种空洞有回音的那种感觉 然后走到这里我们停下来 也可以看到这一幕的 这边的所有的场景 然后这个左边还有展示一些潜水的潜水人员跟潜水艇 在这里又会切视角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告示牌 就是照相跟手机的 我突然发现上去的首幅的地方 它的侧面的 它那个玻璃侧面有贴了一些海洋的小装饰耶 有海星有鱼有贝壳的感觉 这样看起来也好可爱喔 我们近看一下 超级可爱的啦 我觉得它虽然博物馆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 但是它就是加了一些很可爱的小巧思 看起来超可爱的 然后呢我们站在这里 它会帮我们切视角 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用就感觉生力其境的感觉 接下来这一区也是蛮大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现音乐又变了 这里下面这里是水母 如果大家把照相机打开来 然后切视角的话 可以看到有两只它是蓝色的水母 只有切视角可以看到它们 这个还蛮神奇的 然后我们可以偷看一下花园蔓的跳舞 它们会一起弯出来 然后再偷偷缩回去 接下来让我们到美术馆区 大家可以听到美术馆区的音乐变得非常的高级 是那种以前那种管弦乐的感觉 就是要配合这种非常有艺术感的地方 那美术馆其实是有分几个展区的 第一个展区呢是雕像区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大理石面地板的一个展区 我特别喜欢这一块 因为我还蛮喜欢大理石的 而且它感觉就是每一块地板的纹路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只要站在这个中间 四早就会切缓 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区全部的美术品 那其实美术馆它的艺术品的分类方式 就是它其实是有特别去设定的 我看到的是一个网络上查到的资料 像是我们现在走上来的这一块 它是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 中间呢 这里 这三不被围住的作品 都是来自达文西的作品 这边中间 这个是夏威夷的卡米哈 美哈大地上 走进来呢 这里有 几幅画 这里都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美术馆这一区有特别多的椅子 每一个椅子 大家可以坐下来 因为它坐下来观看的视角都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大家应该有发现这里的墙纸都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这边用绿色 然后下面用红色 好 再来这里 这一区呢 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区 坐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 这几部作品的全貌 然后这是墨西哥的艺术品 是墨西哥的奥尔梅克古文明 好我们走下来这里 右边这里是现实主义 走过来是 印象派 比较偏印象派的一些作品 右下角这里 我少了一个 兵马俑 不过看得出来这里 是 中国的艺术 其实美术馆有这种 玻璃式的展品的话 第一个是为了要保护它 不要被破坏 防止被触碰之外 就是它其实像这种 涂抹啊或者是比较细小的画 都需要可能温湿度的调整 所以才会放在这种玻璃橱柜里 陈诗者好像是20世纪的 所以特别被放在这里 美术馆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各个国家 去看这些艺术品的话 其实我们在洞森已经有最好的方式 去收藏这些名画了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因为我的毛片录了两个小时 所以我想我还是分上下集好了 不知道你们看完今天的水族馆 跟美术馆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再去逛一次博物馆 说不定有更多的新发现哦 没意外的话 下一集会在明天出 再请大家回来观看了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 欢迎帮我点个喜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娱乐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